一半的路程又更改传送路线 而火具也都由第二棒开始 由两个火具手同时传递 性火在出发之前 有状独示威者已经在传送的路线示威 有人突然走向欢迎性火的人群 被其他人劝力 警方将双方隔开以防冲突 一个示威者被警员带走 另外有几百人游行经过地标金门桥 要求中国政府运用影响力 改善缅甸和苏丹的人权 性火在三藩市传送完毕之后 下一站会去亚根廷布尔诺斯艾利斯 当地星期五接力传送 母新迪士记者林感辉报道 英国首相白高敦将不会出席 北京奥运开莫礼 但就仍然会出席闭莫礼 另外在性火传递下一站 亚根廷布尔诺斯艾利斯 又组织扬言将会采取意料之外的行动 杨子阳报道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 白高敦将不会出席 北京奥运开莫礼 发言人强调 白高敦并不是要杯葛北京奥运 亦都不是要向北京 表达抗议信息 指出白高敦从来都没有计划 出席奥运开莫礼 但他将会出席闭莫礼 白高敦早前曾经公开话 作为2012年奥运主办国的领袖 会出席北京奥运 又说不会杯葛北京奥运 指达拉拉玛亦都不支持杯葛行动 不过白高敦就从来都没有明确表明 会不会出席开莫礼 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大约150名藏民 在比利时奥委会总部外示威 反对奥运圣火在西藏传递 示威的发起人批评 容许圣火在西藏传送 等于认同中国政府处理西藏人民的手法 而在圣火境外传递的第七站 亚根廷布尔洛斯·艾利斯 当地支持作民的组织 扬言会采取意料之外的示威行动 但就不会好像在法国巴黎的示威者 会企图整式圣火 强调示威会和平进行 无线电视记者梁子洋报导 美国正考虑在西藏設立领事馆 总统乔治布殊就再次促请北京 和达赖拉玛对话 柯程恩报导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说 正考虑在西藏設立领事馆 有关要求必须得到中方同意 美国在拉萨上个月发生骚乱后 曾经多次要求派外交人员到当地了解情况 但中方严格限制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前往拉萨 赖斯说已经促请中方 容许更多美国外交人员进入西藏 至今情况未如理想 而美国总统乔治布殊 在白公会见到访的新加坡国务资政吴赖董事 再次促请北京和达赖对话 美国总议院今天会就一项由议长佩洛西提出 演习北京处理西藏示威受法的议案进行表决 对于佩洛西日前有发表声明支持反对奥运胜火在三藩市传递的人 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 内交部发言人姜如说 美国国会个别人士公然鼓励对火具传递进行干扰和破坏 完全丧失道德和良知 只会激起世界各国的意愤和声讨 奉劝他们立即停止 无线电视记者柯程欣报导 一批中外记者往安排到甘肃夏河院 採访早前骚乱之后当地重建的情况 遇到西藏争雷示威 杨潔欣报导 在夏河院拉布林寺 十几个西藏争女见到有记者来采访都一涌而上 部分人展示雪山狮子旗高叫口号 有争女有高举者有藏闻家白布 曾相向记者申诉无人权 表示仍然有争女被当局拘留 他们强调并不是要求西藏独立 只是希望当局关注藏民家人权状况 并希望流亡印度的达赖喇玛可以回到西藏 示威扰让了大约十分钟 经一批年老僧女劝语之后 示威者自行散去 赖布林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说 只是极少数年轻僧女示威 又说相信并不是全部人志愿示威 认为他们是受到煽动 西藏拉萨上个月中发生骚乱之后 藏民示威一度蔓延到甘肃夏河 以及四川亚霸等地 上个月底警外记者获安排到拉萨大超纸采访的时候 也都遇到有争女示威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恩不斗 在本港石杰美发生习警案 一个警员